在这座山里面看见一棵非常珍贵的植物 这种植物有钱的人都非常喜欢 特别是广东的一些老板 都想弄一棵种在自家的庭院上 因为前段时间天气比较干旱 所以没有采花 这几天终于下了一点小雨 天气也比较冷了一点 特意过这边来准备把它挖为家 这种植物珍贵又稀少 也很值钱吧 就长在这棵板栗树的下面 因为这边很杂乱 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里弄开来 这里很多这个木头 好像就寄生在这下面一样 所以比较难弄一点 这边很多这个木头 因为这边比较杂乱 大家来看一下 就长在这棵板栗树的下面 这种植物它的根部 像人参一样 哇好挖呀 大家看一下 它的根部就像人参一样 然后就长在这个板栗树的下面 很难踩挖呀 终于挖起来了 带了这个泥土 应该能种活吧 整体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现在果子已经成熟了 还有它的根部 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根部 它的根部是一种中药材 它的根部 是这样子的 非常好的中药材 还有它的枝杆 大家看一下 你们认不认识这种植物 它的叶子 纹路非常的清晰 叶子也非常漂亮 它的叶子 形状非常漂亮 像桂花树的叶子 还有它的果子 它的果子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喜庆 果子一串一串的 还有这个果子 它的 这个呀 像樱桃一样 但是它的这个汁也是红色的 这果子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喜庆 这种植物呢 它的学名 就是叫金玉满堂 这个学名 这个意义 就非常的美好 所以呀 广东的一些老板 还有有钱人 都非常喜欢这种植物 就是金玉满堂 它做好造型的话 也非常的值钱 大家对这种植物 还有多少的了解 可以把你们的知识 分享在屏幕下方 好了 本期的视频 感谢观看